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一下 打开Power BI 好,那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Power BI开启资料来源 好,那其实用不到的视窗就可以都先关掉了 甚至用不到 一些用不到的视窗就请先都关掉 所以呢,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从一个新的画面 好,Power BI这套软体取得资料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当然就是要打开Power BI Power BI在你的桌面上 呃,所以 我稍微补充一下 各位,刚刚我用RAR来做解压缩 你们是用7Z来去做解压缩 那RAR的解压缩 它是解压缩字什么资料夹 例如说进口资料夹 对不对 就跟7Z解压缩字 什么资料夹 是一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要教的是 如何打开Power BI 然后取得进口资料 取得出口资料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桌面上这么多的一个 APP 好,就是应用程式 我们找到Power BI 然后应该会看到 还有Desktop 快速点两下 打开Power BI 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好 那建议各位不要开两次Power BI 不要开三次Power BI 因为你每点两下 就是执行打开Power BI 它就等于会吃掉你非常多的CPU 跟记忆题 好,所以建议不要开太多 那接下来这是起始画面 因为我已经登入了 你可以不登入 你可以不登入 因为只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 学校都会有免费使用Office 365 是可以去登入的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 免费使用网路伺服器的一些功能 好 这个叫起始画面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直接关掉 可以吗 这边有第一个建议的动作 叫取得资料 就是等一下我要教的 还有这边有新功能 他每个月都在更新 还有他有论坛教学影片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手 你可以尝试看一下 如何开始使用Power BI Desktop 还有下载范例 观看Power BI的训练影片等等 这边有非常多的外籍影片 所以真的我比较不推荐 好看 好看 好看